我就会感觉心里面很不舒服 他还要老是去纠结我前男友的问题 就有各种说我前男友又怎么样了 然后我又拿我前男友跟他比较了 你看他前男友 就是他们分手过后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前男友送他东西送他礼物 就是上次他就是不在家 然后打电话给我说 他叫我去楼下帮他拿一下快递 那你也没有听过我的同意 你就拆我快递了 我一点隐私都没有 然后就拿天下大雨 那个快递的那个包装壳 就是打湿了嘛 然后我就把那个包装壳给拆掉 然后给它拿上去嘛 然后拆开来看 就是那个包装壳 就是包装得很精美 然后上面就是有那种 淘心的那种装饰品 我就好奇心 我就想打开看一下 然后打开看 就是那种是一个天气预报屏 然后上面写了一段话 我就特别的生气 特别生气 上面写的话就是说 你的心情就是我的天气 我就想这么肉麻的一段话 不可能是一个女生 送给她的脏头女部的呀 然后后面我就问她 我说这是谁送给你的呀 刚开始吱吱吱吱地说 然后最后才说 她说是她前面有送给她的 她当时要不是因为 穿衣的事 她还不会问我这个事 什么穿衣 就是第一次 我去她家里面的时候 她就穿着一件 就是蓝身的 那穿衫很大的那一种 然后过后 每次去 我就看见她 都穿着那件衣服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后面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问她 这件衣服肯定不是你的吧 然后当时我就看见她表情不对 很尴尬 后面她也跟我说 她说也是她前男友的 那现在她还穿吗 现在后面她 上次她就因为这个事 跟我吵架 然后就说 我老穿着那衣服 那衣服也确实是前男友 就是我送给她的 但是还没有送出去 我们俩就分手了 我自己花钱买的嘛 我觉得扔了挺可惜的 我就说可以穿着当睡衣 我就觉得她有些时候 就特别纠结我前男友那些问题 不光是只是这些啊 就还有一天就是 她过生日的那天 她就是请朋友一些聚会嘛 她也请了她前男友 哦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她坐中间 我和那个男的就 一人坐一边 然后吃饭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说说笑笑的 然后反正我在旁边也不管我 我注意一个男朋友 然后当着你们朋友 那么多人 那你是我男朋友 我你自己不知道招呼一下 然后我朋友啊那些什么的 我跟他现在也没什么关系啊 你是在侮辱我吗 我感觉 不是你那些朋友不觉得奇怪吗 对我就感觉他是在打我的脸 你知道吗 就前男友现在就 就是很好的朋友 你那些朋友知道那是前男友吗 知道 知道他是现男友吗 知道 你把他们俩弄在一起 然后过生日 都是你的好朋友 对 因为跟前男友之前也是很久的朋友 然后才在一起谈的 然后分手以后 大家还是可以好好地做朋友那样的 哦 就你的朋友反正都能理解这事 对 后面呢 他那个就是前男友嘛 然后过来给我敬酒嘛 哦 他那个前男友就是那种 一米八的大个子 长得高高帅舍的那种 反正他过来就是 就是有一种就是轻视我的感觉 就是俯视我 然后我是这样看他的 他一米八的大个子 那你无所谓 我就感觉他 就是敬个酒 他就想那么多 人家就只是单纯敬个酒 也是友好嘛 当时我肯定就觉得我自己弱爆了呀 哈哈 弱爆 不是 主要是因为当着他同样 那么多人的面 就是心里不舒服 感觉很没有面 那还有别的吗 那还有 tadi 不是 那个 march 单纯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